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玩笑 好 我是狗鲁鱼 那么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已经提前拿到了本次优衣库与街霸联动的所有的主题T恤 现在是非常的任性 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那为了纪念这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我现在马上要把我压箱底的绝火拿出来给你们表演一下 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在这个地球上 小到多米尼加大到东南亚各国 比我这一版古列更像的 你见过的话举个手嘛 一个人都没有 对不对 什么叫做国际解说啊 我今天终于是锦黄上升了我跟你们说 那这次的话就这一件我留给自己了 其余的 送了 怎么送 到时候记得关注一下动态哦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要来聊一下 优衣库的这些街霸联动T恤了 那首先就是第一件 这件就是我刚才穿过的 用来表演的这一件 那像这一件T恤就是代表了 街霸当中非常有名的盖尔这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在中文的卡普空官方翻译当中 被称之为古列 为什么会变成古列呢 我学习了这个东西呢 它的英文发音叫做盖尔 它的拼音翻过来也应该叫做归乐 对不对 又归又很开心 非常符合这个角色 那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就变成古列了呢 其实有当时很多人觉得归乐这个词 其实不太符合美国大兵这个非常勇猛刚烈的形象 最后帮他调整了一下叫做古列 而且听起来就非常的勇猛刚烈了 对不对 那后来啊 这个名字也是成了游戏史上 非常非常罕见的 因为玩家叫错这个名字 最后也就导致了官方也认可了 这角色就叫古列 所以啊 这个名字非常有意义啊 是我们中国玩家最后赢得了国际认可的一个里程碑啊 而且这位兄弟不光是有胸前的这一块狗牌 那在他的背面呢 诶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造型 还有一句经典台词叫 Go home and be a family man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像这个角色他也是有老婆孩子的 在游戏当中呢 他娶了街霸当中的男二号 肯这个角色的老婆的姐姐 那说到这个角色 其实大家对他的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他这个扫把头的发型了 对不对 那其实他这个扫把头的发型啊 原型是取自乔乔的奇妙冒险当中的修托勒海姆 他们两个的造型呢非常的接近 但是性格上呢 却有的天差地别 那修托勒海姆他是一个骚爆了的德国纳粹 那古列呢则是一个非常沉稳的美国大兵 他最早是出现在1991年的这一款 街头霸王2的作品当中 与其他需要搓招的角色不同呢 他是第一个需要用蓄力来发招的角色 那在街霸当中呢 也就非常好的体现出了 他这种稳重沉稳的打法 当你一旦进入这个游戏以后 你就发现这角色完全不需要前进 只需要开场往厕所那么一蹲 然后不停的发波把对手勾引过来以后呢 使用一个下重拳把对手勾下来 就可以完成他的整场战斗了 那说到这个角色呢 当然是要聊一下他的一个 最经典的招数 音速手刀以及音速脚刀了 那说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早些年的时候 由于这些的基板是发不出S的这个发音了 这就导致了音速手刀 Sonic Boom这个招式呢 在游戏里就吞吐不清的变成 Alig Boom 对 那在我们中国玩家呢 经过一系列的转化以后 就变成了Alig Go 其实也是非常相近的 S打头的招式呢 不光是只有Sonic Boom一招 还有一招非常非常经典的 也就是这一招升龙拳 Sholyuken 同样的在S朋友的情况下呢 我们中国的玩家都把它叫做Holyuken 或者Ohlyuken 反正都这么回事吧 甚至是衍生出了后来我们说的升龙 把它叫做单名一个字 Oh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来的 那像升龙拳这个招式呢 它的影响意义非常的深远 几乎定义了格斗游戏后来20多年的 只要是从地对空一拳往上上去的出法 统一 都是这么摇一下然后伸出来的 那像使用这个绝招的代表性角色呢 也是街霸系列绝对的主人公 龙 还有那个换一身衣服就可以当做金角色的K 最后呢是龙的死对手 Sharat 那其实关于升龙拳这个招式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在美版的街霸2当中呢 龙获胜以后会有这样一句话 你必须击败我的升龙拳才能够获得胜利 但是美版的这个翻译啊 不知道是不是请了一个中国人 他并没有执意Shou Liu Ken的一个发音 而是选择了用升龙这个汉字的发音 来作为升龙拳的这个招式名称 那在当时的环境下呢 并没有互联网这个东西 这就导致了一群老美非常固执的认为升龙 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角色 龙所说的你必须击败我的升龙拳呢 他们理解成呢 你必须击败一个名为升龙的人 才能够获得胜利 再加上当时美国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游戏 这次杂志叫做Electronic Gaming Monthly 在愚人节的时候呢 公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叫做隐藏boss升龙 它真的存在 他们更是公布了如何解锁这个隐藏boss的方法 首先第一点你需要使用龙这个角色 然后第二点你需要全程不被对手命中一次 哪怕防御也不行 第三点就是要跟最后一组的将军对战当中 连续的平局十次 然后才能解锁这个隐藏角色 他的旋风腿是倒着放的 升龙拳是会带 虽然当时的这一期杂志上面呢 已经暗示了这是一条假新闻 并且以信息的来源呢 还注明了目击下一期的愚人节新闻 但是美国这群人真的是耿直的不行 他们一群铁罕和失智不渝的相信 在街霸2当中就有那么一个隐藏角色 一直到后来惊动了卡普空的高层 所以在超级街霸2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个角色 反了叫做好鬼 所以整了半天你就是这么来的 我今天的整个视频转场都超自然 衔接的超棒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想成为真正的格斗家吗 优衣库4月15日联合卡普空发售的 街霸格斗家T-shirt 当我们拿到格斗家T-shirt的时候 我们挖掘它的无限可能 使它更贴合您的身体 我们推荐绝对的用心更是将心比心 穿上它的你将神采焕发 精为天人 全新的Crush Up Crush Counter的锻造工艺 使得它上下一体 文然天产 不仅让它在耐穿度上有了质的飞跃 寿命更是前代产品的四倍 这种丝滑材质即便你仔细欣赏它的周身 每个角落都不会露出任何破绽 它达到了我们前所未见的新高度 无论你是穿来出席正式场合 或是穿来睡觉 甚至穿来剪辑4K素材 它都游刃有余 额金应酬 为你的生活提供广阔的创作空间 专业人士对它情有独钟 这就是你的下一件T-shirt Unical Street Fighter T-shirt 格斗家T-shirt 从此成为格斗家 你还在犹豫吗 不要犹豫 因为有余母就会败赔 因为它这个T-shirt的颜色 因为设计的都是蓝色的元素 导致这个春丽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角色呢 就是这个知名的国际刑警春丽了 既然要了解吧 就根本不可能避得开春丽 对不对 这位最强女格斗家 不光活跃在游戏里 并且同时出现在各种电子媒介之中 那最早出现在第一版的街霸2当中呢 春丽是唯一的一名女性角色 她以傲人的身材和华丽的体制呢 俘获了包括你在内一大批靓仔的心 她今年呢已经51岁了 可以说是格斗游戏当中历史的象征了 她的成名绝致呢 是在她华丽的踢腿的同时呢 哎 又有一双非常装实的腱子肉 据说她每天会做7000次的深蹲 握推150公斤 才造就了这样对绝世好腿 所以姐就不考虑跟我一样买一队回家 玩一玩吧 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呢 几乎没有人可以抵倒的 就春丽这样华丽的体制 但是 除了 这个没有睡醒的男人 格斗游戏一直都是一个 比较能够体现个人游戏水平的游戏分类 同时呢也是电子竞技的一个雏形 街霸从最早到现在已经是经历了五代的更迭了 依旧保持的非常强大的活力 在世界范围内呢一次又一次的上演着 毅力与勇气的博弈 格斗游戏能有现在的辉煌呢 离不开老玩家的坚持与心血液的注入 那就在这里呢 我想说一个名字 你肯定会听过 他呢就叫做 曾卓君 另外有一个比赛的ID 他叫做小孩 那小孩这位玩家呢 他出道的时候特别的早 据说8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别人夸为神童 在阶级厅几乎是没有敌手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 叫做东升机神 就这么一位玩家呢 他在街霸当中一样有他的代表性的角色 就是这一款呢 虽然我把它称作为曾卓君限定款 但实际上跟曾卓君没有太大的露出 主要还是因为加密这个角色 我们都知道一直看小孩的比赛的话 你都会知道这是小孩的一个专属的角色 无论是从角色的一个玩法跟特性上的 跟小孩本人的一个打法都非常的契合 所以我们对这个角色的印象绝对不会弱 顺便建议一下 俊哥你考虑买一件吧 穿着这件去打比赛说不定有加强 那本次的视频呢 马上要接近尾声了 在最后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件最重量级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角色选择画面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这件衣服的意义确实非凡 因为在格斗游戏的里程碑当中呢 这款作品叫做 《街头霸王世界斗士》的版本 实际上是定义了未来20多年以后 90%的格斗作品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起源就在这里 那如果你是一名格斗游戏的爱好者的话呢 这件是绝对值得入手一件的 就算拿来挂在衣柜里面 我觉得也特别的有逼格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也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件衣服的话呢 记得通过访问置顶评论的链接 提前将衣服收入到购物车当中 而优衣库将在4月15日零点正式开售 现在购买任意间街霸主题的T恤 都可以获得合作款 只带一个数量有限 预购重塑 那我提前祝大家消费愉快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 词 李宗盛 华锐 行